飘飘的飘飘的世界 小剧场 这 什么片来着啊 什么片来着呢 你们别看着我 我每次跟着你们读的呀 跟着我们读还行 真的呀 我都换了几十期这样有了 没有观众发现了 那你好棒棒哟 我靠你就是那种小学里面 从来不练广播体操 就跟着前面的个人 慢拍拍跳的那种 诶 广播体操不就是这么跳的吗 难道你们真的有人 会去练那些一个个很傻的动作吗 啊 不会吧 不会吧 真有你的呀 石川先生 我真的想到没想到 不客气 不客气 说实话呢 在上次看了这个黑龙的视频之后呢 我觉得可能要到十分才能碰到你呢 一个月能碰我两次 是不是很开心啊 我当然开心了 真的假的呀 你想上次节目都说了 黑龙是怪物猎人世界最后一次更新了 后面就没有了 没有 后面还有个利咒龙呢 利咒龙什么龙呢 新怪吗 没有 这就是利战王兵咒龙 简称 利咒龙 其实严格来说呢 这也算是一只新怪了 对不对 原来可以这样啊 那你干脆把那些冰原大过年的怪 全都搞一个利战王算了 什么利战龙 利迅龙 利轰龙 利黑轰龙 利狮子 利金狮 这些乱七八糟什么的加在一起 一个月一个能玩上一年了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呢 我们也不是没这么想过啊 我还想过了 想嘛 走开想想 上期节目说了 也要给玩家朋友玩上一年对吧 那后来怎么就不做了呢 哎呀 后来我仔细想了想啊 做这些怪无非就是再多加点班 对不对 哦 对 那么与其加班搞这么多换皮怪 我不如那个对吧 这个让他们一样加班 做一款新的游戏不是更好啊 哦 所以说就有了这个突如其来的 Mosa Hunter Lice 对吗 哈哈哈哈 啊 对的 而且我们这次这个副标题 这个Lice呢 又富含着非常多的意义 什么意义啊 比如说崛起啊 站起来啊 雄起什么的 雄起还行 而且你们这个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一点预兆都没有 我都没有准备 啊 是这样子 你想啊 你在马上突然看见一个身材 较好的小姐姐 这个长得又漂亮 哦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身体呢 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化学反应 这种化学反应呢 会造成你的上半身呢 微微向前去 啊 通常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没有预兆 也是没有准备的 这就是你想通过这个标题 传达给观众朋友们的一个信息吗 你觉得观众朋友们 在理解了这层意思之后 就会买买买了吗 诶 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他妈看到漂亮小姐姐就算了 看两个1080的马赛克TP怪 有什么好雄起的了 这兴趣向到底该都有问题啊 诶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你们以前一直现这个iPhone难看 你看这次我们就特地给玩家朋友们 搞了两个双子姐妹花 对吧 不偷导具不贪吃 身材将好颜值高 而且一次乘以二 对吧 买一送一了 诶 对吧 我们都这么良心的你们再不买买买 那我觉得呢可能不是兴趣的问题了 而是那些玩家朋友们 本身就有一些这个硬件上的障碍啊 即便是我们给他们准备了两个这么漂亮的小姐姐呢 他都只能欲哭无泪啊 哦 那就是说这个不买这个游戏 人岂不都是有硬件上障碍的朋友啊 啊 不是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说呢 这些朋友呢 就干脆连NS都一起丢了算了 为什么呀 啊 你想假设有一天你在这个地铁上玩这个NS 这个时候便上跑过来看小姑娘 哥哥我们来玩怪物恋人吧 结果屏幕上一看你的那个游戏都没有 啊 你说这多丢人啊 我靠 那赶快跟小妹妹说小妹妹别走哥哥有的 然后偷偷去下一个 结果集会所一见面人家小妹妹RH99 哎 更加丢人 哎 这 最起人是你一个新手账号进去 还没办法马上跟人家联机 直接这个小妹妹就边上用非常嫌弃眼神 看着你在适应各种各样的新式动作 啊 过各种各样的新手教学 进你的地图东西南北在哪都分不清 天呐 这根本就在用行啊 啊 对吧 人都别做了 哦 那么搞了半天其实就是想赚点钱是不是了 是的呀 呸 不是我们只是想这个啊 懂得懂得开发怪物人世界二要经费对不对 啊 经费肯定是要经费的 而且你想这个PS5已经公布了 他会上头一直呢给我压力呢 叫我们一定要出这个PS5的续航大作 哦 这个好呀 那什么时候出了 你们还好意思让我们出出个屁啊 嘴上一个个说的都要出什么掌机版 结果没几个人预定还不说 还说我们抄袭人家什么鬼舞者 啊 不是鬼舞者 那游戏叫什么来着 喂老板那个叫逃给赚 对 就是这个破游戏 妈蛋的 老子15年前又锤子锤包小鹿屁股的一下标出很多学的时候 那把讨什么赚的朋友还在住田吧 其实最早的武士还都是农民呢 我靠 你再看他们左上角排队的这个方式 还有右上角这个地图 他抄不要脸的 这个满屏幕都是马赛克说我抄袭一个 哈哈哈哈 被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他们先抄你的呢 对吧 真的呢 你看他抄的最多就是这个什么马赛克 好久我们怪物的人这个马赛克已经是非常的小的了 非常小还行 这个视频是开的1080画质的好吗 我们新做的这个也是1080画质的 而且在细节上各种都提升了 有吗 我好像没看见吗 还是那个味道30帧 30帧吗 够了 你现在有多少帧 对 就怕有的时候还掉帧 你看30帧都没有了 这个明年3月份了 我们还要再优化优化 到时候肯定30帧 去敢不敢搞个60帧 我也想搞个60帧 这个谁让你们你们的老黄的 给S这个技能做的这么差 我真的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你这话好像以前那么PSP3DS的年代你也熟悟 都说这个技能不行 所以说只有30帧 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30帧 靠 怪物人世界不就是30到60帧了吗 怪物人世界什么时候到60帧了 你们发现吧 这个我们其实当中有一个版本 就已经开放了30到60了 只不过我们没有更新说明 干嘛不说明 这不是还有很多人用这个Steam老机器在玩吗 这个不想弃他们 不想自己他们还行 但是这个30到60平均下来还是45帧啊 45帧也是成长啊 过了15年你长了15帧 那平均一年一帧了 你别再夸我了 我真的不好意思了 再夸你还行 真的 而且如果你想帧数再稳定一点的话 你可以在掌机上用这个720直接玩 720P30帧可稳了 行吧 那么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有啊没的以外 这个lice还有什么可以吸引玩家朋友们的这些亮点呢 那当然有了 最招牌就是我们这个降虫技能 我去这虫子不能改个名字 这真让我想起某种另外一个虫子 还是那种很有味道那种 没有我们日文读出来非常好听啊叫 KAKERIMUSI 但是我不管怎么看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呢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错觉 错觉还行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降虫呢 发出个空中攻击 你看这个大剑又能变空战流了 嗯对真的呢 隔壁画质很好的 有30到60人呢 一样也可以放出空中战技呢 其实我仔细想了一想之后呢 我发现我们这个边缘做这个勾掌攻击呢有点拉夸 哦是吗 对啊你想一个这么大一个怪你一个这么小一个人 其他脸上就把他往脸这个墙上就可以撞了 这种动不动就可以蹬鼻子上脸的设定呢 我发现也不太严谨 哦所以说就有了这个可以随空就到处可以抓的这个设定了对吗 对啊而且你想我们这次是发生在一个日本村庄里的故事对吧 哦那么这些人呢从设定上来说呢都是忍者的后裔 所以你觉得这种隔空乱飞的设定就没问题了是吗 啊对啊这么小个虫子拽着人乱飞就很严谨了是吗 诶可我以前看到过个忍者可一下空格动不动就跳出几十米 然后背对着观众搓出来到神秘的蓝色光线 鼓的一下就打包了一架直人飞机 诶难道这就很严谨吗 啊这个嘛 啊你再看看我们的忍者拿着大型武器呢跟大型体型的怪物呢作战 利用自己的技巧呢将怪物一点点刮杀刮死 这就非常的真实了嘛 真实了吗 这肯定真实了 否则我一人一个比喻一个蓝色光线出去一个个怪全都秒掉了999 这有些谁还玩啊 哦也对哦 所以说嘛既然是这么真实的猎人嘛 这个稍微让他们飞檐走壁天上跳来跳去又怎么了对不对 而且我们不同武器组合这个降虫攻击还是挺好的 空战大剑了 不止你像盾斧还可以瞬间接近 哦呦冲上去就是个大姐了 对啊不是很多人觉得这个盾斧机动性不好吗 还有这个操虫棍可以利用这个降虫瞬间使出下落攻击 嗯 这个好像我在隔壁看到过差不多的动作 貌似来不用虫子就可以下落了 哎所以说呀这个你不觉得这个很拉夸吗 这个很不现实吗 这个莫名其妙怎么就可以下落呢 这棍的尾部突然喷气下落了呀 你说这根好好棍子怎么可能喷气呢 这很不真实呀 啊这个 而我们这次感动就很好的从物理上说明了这个动作是怎么来的 嗯被一个虫子拽下来的 哎 你不要小看这招 这招可以让你的这个打击点更加的稳定 而且你想很多棍子党的朋友们本来就只有一只虫子 现在有两只虫子了 他们开心还来不及呢 哈哈哈哈是的呢 才逼他们现在一定在屏幕上打弹幕感谢你了呢 哈哈哈哈不客气 那别的武器呢 别的武器嘛 诸如斩肌肤可以使出调皮斩 哦也是个瞬间接近的招式 是啊你相信斩肌肤只能这样子不停的往前滚来滚去的 机动性很差嘛 一确有了这招之后可以瞬间接近再变形了 运气还能齐称一下 哎对吧 同样的接近动作呢 冲枪也有一个 哎呦我靠 变成镰刀上斩啊 有点小帅嘛 不仅帅而且他这招呢 鸡腿值特别的高很容易将怪打出硬直 我去这充长的真的要谢谢你了 不行再有这个片手键 还有可以利用这个翔虫呢 使出这个类似像连刃一样的攻击动作 可以非常方便的清理周围的小怪 弥补原本本来攻击方面比较小的这个弱点 可以的可以的那其他武器呢 其他武器呢 肯定也是很帅的了 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先不说了 留到下一期吧 留到下一期那行 而且我们这次呢还加入了新的系统 我现在叫他叫人犬系统 不知道后面中文怎么翻啊 那这个人犬干什么用的呢 那古明思义呢 它是可以带着你这个遨游天际啊到处跑的 你可以在上面吃回复药磨刀什么的 嗯对隔壁幼稚差不多了 但是就是没这么帅功能都一样 那你瞎说了 我们这个人犬是可以跟着你一起打的 哦那那随形猫呢 随形猫在这一座当中呢被证为辅助的这个存在 可以帮你回血啊或者加一些奇怪的包袱神物 而且你可以两只一起带出去 我就等于两个宝宝了 哦还能换着带 是的你可以两个猫啊或者是两个人犬都是没问题的 并且现在连金呢可以最少带上一只 这样呢阿猫狗呢都有了 天呐这个游戏经历了15年 终于向爱狗人士伸出了魔爪啊 那么这次想要公布内容啊就差不多这些吧 哦那下次什么时候呢 下次要这个TTS之后了 哦那也没几天了 那我还是替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了 啊不用谢不用谢 那么陪伴了我们两年多的怪物列人世界呢 总算也快迎来了尾声 接下来呢就是这款怪物列人崛起 想必大家在看了这个宣传片之后呢 都有各个的想法 但不论这个游戏怎么变 不管你以前是不是新世界的苍蓝星 今后是不是旧世界的新人者 因为你不管到哪儿 都无法改变你成为工具人的命运 变个观众 变个观众 变个三连 变个三连 变个收藏 微塞进的东西 做个视频 啊真不容易呀 变个观众都不叠呀 不叠三连 也就算了那边 咱都不叠一个 你这还算是人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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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